各位歡迎收看這節新聞 我是容家堯 巴黎奧運港隊跳馬代表石偉雄 以及乒乒代表黃振庭和杜凱琴回來香港 杜凱琴說未能夠拿到奧運金牌留下遺憾 但亦令他們有更大動力繼續進步 第三度出戰奧運的港隊跳馬代表石偉雄 清晨步出抵抗大堂 似乎每一大星組已經在機場接機 奧運之前已經到巴黎備戰 比賽負傷上陣 回到香港又要面對另一場仗 比賽之前打了四支針 到現在其實都會有點不舒服 先不論我是否會繼續做運動員 還是怎樣都要先處理好 始終練了這麼多年 還有都想趁這段時間好好休息一下 同一班機回來的還有乒乓代表 黃振庭和杜凱琴在場外拍檔的情形 仍然未消極 他們說雖然在運箱四強止步 留下遺憾 但同時亦都是一種動力 始終和獎牌相差一點 擦身而過 我們都相信有留一些遺憾 會給我們更加大的動力去繼續進步 在東京去到巴黎這三年這段時間 我們其實無論在訓練上面還是參加比賽 都是為了巴黎奧運 現在那個比賽我們都打到最後 回到香港想輕鬆放鬆一下 雖然這屆港隊冰冰代表沒有獎牌進場 但教練李靖說滿意整體的表現 他又說距離下屆奧運還有四年 應該投放更多資源 培養更年輕的選手 無線電視記者現在顯示了 另外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彤說 港隊是巴黎奧運除了佳職 證明本港有能力培養優秀運動員 由指定商討國家運動員放港 今屆巴黎奧運港隊已經獲得兩金兩銅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彤說 證明本港有能力培養優秀的運動員 又認為政府過去幾年投放在體育的資源 和政策方向正確 得獎的兩個劍擊運動員 其實在說參加奧運都有兩三屆的經驗 譬如一個精英運動員 你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投入 也是需要在社會裏面 多些人參與運動 才能夠有多些精英的走出 所以在普及化和精英化裏 其實大家是有一個相互關係 外界關注政府對體育項目的資助 現在體院A級精英項目 一共有20項運動 當中遠無求 劍擊等六個運動項目 被列為A升級 你問到會不會令人印象 有獎牌才有資助 楊潤彤解釋要有制度分配資源 很多運動員 開始在某些項目裏面 或者在世界賽事裏面 一路一路開始得到成績 他是一路一路的資助會越來越多 還有我們評定的時候 其實都是對整個運動項目的 你會看到譬如魚木球 我們不是說 只是給某一個得獎的球員 而是整個項目裏面 大家都會因此得益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會做檢討 第一個原因 看看制度本身 我們提供的支援 包括了津貼裏面 是否需要一些調整的地方 他又說正在商討 國家隊運動員訪港的事 希望在這個月內成事 武昌正經濟一流傳入不到 而今屆奧運 港隊到現在獲得四面獎牌 體育學院的運動心理學家就說 精英運動員日常要參與抗壓訓練 鍛鍊出強大心臟 成為智聲的關鍵之一 一劍 又一劍 港隊劍首江門惠和張家朗 在巴黎奧運同樣承受著一劍取勝的壓力 最終奪得金牌 不少市民看得緊張 有份隨團到巴黎的運動心理學家李軒宇 當時在漢台棺塞 寧有一番體會 很果斷 他們很知道自己要做甚麼 看到他們當時的情況不是猶豫 這也是能夠取勝或得分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怎樣做到臨場果斷 原來是靠平日總結比賽的關鍵環節 模擬場景進行特訓 譬如說決得劍的場景 看看他們會怎樣做 或者他在領先之下 然後被追決得劍 他會怎樣反應呢 然後放進比賽 你是否都能夠集中到下一劍比賽 還是其實你覺得有某些位 情數波動已經大了 已經牽動了 或者逃了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檢視比賽的過程 希望看看那些方法 之前所謂我們找到的方法 是否奏效 每逢大賽 體院都會派出運動心理學家臨場支援 跟傳統心理學有些不同 他們不是來看病 一些相對經驗比較淺的運動員 跟國家或者不同背景 或者有多數不同尺度的裁判 他判出來的劍可能對他來說 是不如他所願的 這個不甘的情緒是很明顯的 即是很強烈的 希望找到一個他覺得接受到的 又比較可行的 可以繼續投入那個過程 投入那個任務去打下劍 體院也會有一對一的面見 跟賽前心理諮詢 李軒宇說都是按運動員的需要 沒有硬性規定 我們是stand by 做情緒支援 我們不要看輕所有運動員 他們的銀性 走到運動 如果走到奧運的賽場 他們已經身經百戰 賽場上運動員的呼吸節奏 也會影響發揮 平日運動心理學家 就會透過靜觀和深呼吸訓練等等 協助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呼吸節奏 無線電視機者劉慧儀報導 轉港下本港舉行第一屆青年發展高峰論壇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吸引人才計劃 推出到現在有超過14萬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來到香港 政府會自力培養 距全球視野對國家和香港有抱負的人才 特區政府主辦的第一屆青年發展高峰論壇 在會展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超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崔建春也有出席 有超過2400個12至39歲 來自內地和外國不同地區的青年登記出席 李家超支持的時候說 2022年底推出各項輸入人才計劃至今 接獲超過34萬份申請 大約21萬中獲批 超過14萬人已經抵港 又說年輕人是社會未來的支柱 特區政府自力培餘具備全球視野對國家和香港有抱負的人才 ONG WITH THEGUONGTONGHONGKONGMAK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AND THE BELT AND ROLE INITIATIVE HONGKONG IS WELL PLACED IN CONNECTING THE MAIN AND WITH BOTH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AND TO CONNECT A WORLD OF INVESTORS TO THE CHINESE MARKET WE HAVE BEEN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CAPITALIZED ON THESE OPPORTUNITIES 陳國基說,政府會致力加強青年的精神健康。 今屆論壇還邀請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魯窩、馬來西亞等地主管青年政策的領導、業界專才和企業家擔任演講嘉賓,分享在創生科技、可持續發展、文化創意等領域的經驗。 然後江文慧也獲邀出席其中一場專題論壇,分享運動員的經歷。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導。 先有食吉鎮,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新聞。 回來新聞時間。 兩母子在觀塘的住所倒閉事件令外界關注關外隊是否可以協助識別隱蔽照顧者家庭。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就說要社會各界合作。 每一隊關外隊他們都有一個指標就是他們要去探訪我們地區裏面的家庭、住戶和有需要的市民也都為他們提供服務。 基本上我們關外隊的成員他們已經達到這個目標甚至有些是超級完成。 我們都需要社會各界跟我們一起合作。 因為怎樣去找到或者識別到這些有需要的家庭。 我們那個資訊、那個資料的來源等等各方面。 大家都可以關心我們身邊的鄰居、我們的家人、我們的親戚朋友。 也都透過大家的關心關懷和和我們關外隊和政府一起合作。 令我們社區能夠有一個更好的網絡。 讓我們有需要的家庭包括照顧者。 警察義工服務隊成立20周年。 警務處處長蕭澤儀感謝義工隊的愛心和奉獻精神。 有成員說反修例衝突期間年輕人誤解警察。 最終透過服務界開矛盾。 為何一哥變了人力車的車歡呢? 因為他在做義工,坐人為樂。 警察義工服務隊2004年成立,今年已經是20周年。 在周年典禮,警隊以特製輪椅人力車載著受助者。 讓他們體驗在學堂受訓的情況。 大家願意付出寶貴的私人時間,去關外弱勢社群。 協助年輕人成長,宣傳愛護動物,保護環境。 大家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心目中,大家的愛心和奉獻精神, 亦都是警察義工服務隊最寶貴的資產。 五年前的反修例衝突,警務關係一度惡化。 有沒有影響警察義工隊的服務呢? 那是一個很特別的事件。 有人會感覺到警察的形象是不好的。 但是我們根深蒂固這二十年,在做義工服務, 在黑暴的期間,跟我們合作開的NGO, 是沒有改變過的。 對我們的觀感、印象和合作性。 義工隊也出動了特別的成員幫手。 中學裡面,他們很多時候對我們警察, 就像2019年,會有些抗拒, 還有一些誤解。 其實動物進入學校裡面, 其實是一個媒介。 開始,他們不會跟你聊天。 後來,這個動物的出現, 就會慢慢慢慢跟他們接觸。 這樣可以令到他們更加了解。 打開他們的心槍, 知道警察在幫助他們, 而令到那個誤解去認認而解。 義工隊至今有超過二千人, 說未來會繼續發揮自己的力量, 為本港做出更大貢獻。 母線紫記者,劉鑽玉報導。 警方星期四開始一連三日, 在全港展開反罪惡行動, 抓了超過四百人, 涉嫌洗黑錢和串謀詐騙等等, 並且撲獲一個製造假身份證明文件中心。 警方星期四在旺角檢獲假身份證, 和假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等等, 懷疑賣給非法入境者在香港求職, 抓了兩個越南籍男人。 又突擊搜查區裏多個非法場所和罪案黑點, 抓了四百二十五個人, 由十六到八十歲, 包括五十幾個非華裔的人。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上個月開始 已經聯同海關和入境事務處 賭破區裏面二十五個毒品儲存倉、 賣淫場所和非法賭場等等。 檢獲一百二十萬華裔毒品和撕煙, 抓了八十六個人。 本港上半年錄得的騙案相比過去兩年同期升幅放棍。 但警方提醒, 假客服騙案單是上個月已經超過一千宗, 是上半年總數的七成。 警方公布本港上半年治安情況, 一共錄得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宗罪案, 比起去年同期多二千三百九十二宗, 上升百分之五點六。 其中四成三是詐騙案, 比起去年同期升大約百分之六。 涉及金額達到四十四億八千萬, 金額急增六成六。 當中最多損失的是投資騙案, 高達十五億五千萬。 相比過去兩年同期, 騙案升幅放緩, 其中猜猜我市稅大跌六成一。 不過假客服伸手法的騙案, 今年頭七個月錄得二千七百一十六宗, 但上個月已經有一千一百一十一宗。 警方說騙圖假務網購、支付平台, 或者電訊公司的客戶服務。 清醒市主買了服務, 又說可以幫他們取消。 再轉播去到假務銀行的職員, 有片市主交出網上理財戶口、密碼, 轉走戶口裡面的錢, 或者有使他們轉帳去指定戶口。 暴力罪案方面, 上半年有五千一百五十六宗, 比起去年多了百分之八。 征服最多的是勒索案,急增近三成, 主要涉及拿了勒索。 爆竊案就有六百八十四宗, 比起去年同期增近兩成。 轉屋爆竊比去年多近一倍。 警方說是因為外游大增, 令到匪徒有機可乘。 傷人和嚴重嘔打就錄得輕微勝負。 為了打擊各類罪行, 警方4月陸續在各區安裝閉路電視, 今年內會安裝615組, 至今徵破17宗兇殺、行劫等案件, 拘捕27人。 另外,至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 截至今年的6月底, 有300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 當中大約六成已經被檢控。 母親自記者,劉淑玉報道。 4個旅客星期三在觀塘一間派對房間, 被劫大約20萬, 警方抓了3個男人。 觀塘警區刑事部經調查, 星期三和星期四在荃灣和葵青區, 以涉嫌搶劫, 抓了3個28至30歲的男人。 事發在星期三清晨大約6點, 4個內地和台灣男人在觀塘工業中心一期 一間派對房間聚會的時候, 被大約10個男人闖入, 用刀指嚇和用膠條襲擊。 其中一個人被逼透過網上理財轉賬11萬, 其他人被劫去大約9萬元的財物。 消息指, 預劫的其中一個男人和一個私集仔認識, 由對方介紹到派對房間消遣。 非物質文化遺產市集一連兩日 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巨行。 對領節習俗、龍舟徑道、 變身陸上遊戲。 有求必應的黃大仙簽、零簽。 傳統食品龍蘇糖製作, 市民都可以即場參與。 今次的活動是屬於城市之一的香港文化節。 其中一環市集涵蓋慶典習俗、 表演藝術和傳統工藝等元素。 透過舞台、遊戲攤位和工作坊 向市民推廣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活動由非物質文化遺產地脈協會等合辦, 獲看樂及文化事務處相關計劃之助。 主辦單位說第一次到中環海濱舉行, 期望可以吸引1至2萬人入場。 開放時間是下午1點到晚上8點免費入場。 看看天氣。 預測大致大雲有幾陣驟雨。 明天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介乎大約28度。 日頭的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結。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 新界就再高1、2度。 吹黃換西南風。 而指望隨後1、2天天氣漸轉不穩定。 到下個星期中期間就有宅雨和逮捕。 現在氣溫31度。 相對濕度77%。 指外線指數是2,強度屬於低。 而環保署公佈的空氣質素健康風險。 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的水平。 全球的空氣質素健康風險。 線路四個鎮。 接著有奧運精華。請留意。 大家好,我林可盈。 本港舉行第一屆青年發展高峰論壇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吸引人才計劃推出至今 有超過14萬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底港 政府會致力培育具備全球視野 對國家和香港有抱負的人才 特區政府主辦的第一屆青年發展高峰論壇 在會展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超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崔建春也有出席 有超過2400個12至39歲 來自內地和外國不同地區的青年登記出席 李家超致時的時刻說 2022年底推出各項輸入人才計劃至今 接獲超過34萬份申請 大約21萬中獲批 超過14萬人已經底港 又說年輕人是社會未來的支柱 特區政府自力培育具備全球視野 對國家和香港有抱負的人才 陳國基說,政府會致力加強青年的精神健康。 今屆論壇還邀請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魯窩、馬來西亞等地主管青年政策的領導、業界專才和企業家擔任演講嘉賓,分享在創生科技、可持續發展、文化創意等領域的經驗。 然後江文慧也獲邀出席其中一場專題論壇,分享運動員的經歷。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兒報導。 中國和魯窩2010年在魯窩合作建設經貿合作區,提供一系列的稅務優惠,吸引企業入住。 當中超過七成是中國企業。 有華人亦都在當地開設藥廠,出產魯窩製造的成藥,希望改變魯窩長期以來進口藥物的局面。 由葉子華在魯窩報導。 檢驗藥物的雜質。 測試救囊在人體中溶解釋放藥物的速度。 這一系列的藥物測試都能夠在這間魯窩藥廠的實驗室完成。 藥廠大約兩年前,獲東盟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認可,研發魯窩製造的成藥。 我們只得了政府的股票 讓他們售賣我們的醫療 買我們的醫療 然後售賣它在醫療 所以我認為在2025年 我們想要有約20%的市場 然後從那裡的極限 Lao人們終於不必要 用90%的醫療 藥廠前真是化工廠 員工來自魯窩 泰國 新加坡 加拿大 老闆是中國人 8年前來到魯窩萬象 蔡色塔綜合開發區創業 這裡由中魯合資建設 是魯窩國家級經濟特區 和中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 他們讓我們供用原材料 免費的財產 工作費的價錢會較低 當我們從這裡的貨品 我們沒有消費的貨品 受國際形勢影響 魯窩成為不少中國企業 走出國門的選擇 而在蔡色塔綜合開發區落腳的企業 利得稅可以免兩年至十年 部分期滿之後仍然有一定的稅務寬減 員工的個人所得稅 只需要繳納百分之五 是區外的五分之一 去到今年6月底 已經吸引了150間企業進駐 當中一半已經投產 分別來自中國、泰國、日本等九個國家和地區 累計投資達到23億美元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到訪勞窩的時候 也都參觀了開發區 負責人就說 未來香港可以幫區內企業解決融資困難 如果在當地進行一些融資 它的融資成本會很高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大都市 它有成熟的一個金融政策 或者金融配套的服務的措施 我們在園區和香港的某些機構建立一些渠道 為我們園區的企業提供這些便利 這個開發區佔地11.5平方公里 部分將來都計劃發展成商業區 會有酒店、住宅和生活配套 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在《魯窩萬象》報導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譴責以色列空襲加沙一間收容平民的學校 造成過百人死亡、幾十人受傷 耳君說攻擊目標是哈馬斯的指揮中心 埃及批評以色列無意停戰 加沙戰火持續 巴勒斯坦說擊中加沙一間清真寺旁邊的學校 說大約有20名武裝分子 在這個哈馬斯指揮中心裏 以校舍作為掩護運作 強調耳君的攻擊精準 以盡量減少對平民的傷害 巴勒斯坦批評 耳君一如既往進行種族滅絕 埃及批評 耳君故意殺害巴勒斯坦平民的行為 顯示耳方根本無意停戰 早前在美國 卡塔爾和埃及滑船之下 接下來星期四將會在卡塔爾多哈 重啟爾巴停火談判 據報以防要求控制加沙南部 拉法和埃及接釀的拉法口案 並且要確認哈馬斯的人員 不會留在拉法口案等等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奇 巴西東南部一架客機聚毀 機上61人全部離難 全國哀悼三天 當局正在調查事故原因 有專家相信 客機是因為突然失速而聚毀 網上流傳的片段見到 客機出事之前在空中旋轉 然後懲羅旋狀、墜落 狀向民居並且起火 現場冒出濃煙 現場是巴西東南部聖保羅州的圍獵道士 出事的巴西旭帕斯航空 雙引擎客機載著61個人 包括57名乘客和4名機組人員 當地星期五上午11點多 由巴拉那州南部卡斯卡維爾市起飛 原定前往聖保羅州首府聖保羅市 但是在距離聖保羅市 大約80公里的圍獵道士墜毀 機上全部人離難 航拍片段可以見到 失事客機的殘骸散落一地 不斷冒出白煙 俗稱黑俠的飛行紀錄儀已經找回 巴西空軍相關部門指 直至下午1點20分 客機仍然處於正常狀態 但是由1點21分起 客機再沒有回應控制塔 也都未有報告出現緊急情況 或者是惡劣天氣 航空公司表示 客機是在大約1點半墜毀 有目擊者說 在家聽到巨響之後 望出窗外 見到客機垂直旋轉聚落並且爆炸 有專家相信 客機是因為突然失速而聚毀 當局就指 雖然客機失事的高度有結兵警告 但是情況不嚴重 相信不影響飛行安全 事發時巴西總統盧拉正是出席公開活動 他中斷演說 帶領現場民眾默哀 其後宣布全國哀悼三天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奇布特 澳洲廣播公司調查發現 社交媒體Instagram有不少聲稱由家長經營的帳戶 陷有兒童色情內容 質疑社交平台沒有採取行動禁止 母公司Meta就說嚴厲打擊這個做法 但是全面推行新政策需時 澳洲廣播公司調查發現 社交平台Instagram近50個帳戶 容許訂閱者給錢看兒童或青少年的獨家照片或影片 部分帶有色情內容 包括女生穿著比肩尼、緊身衣或暴露服飾的相 訂閱者包括澳洲人 不少似乎是男性 這些帳戶聲稱由家長營運 部分來自美國 報導質疑Instagram沒有次實執行該平台不再允許用戶 訂閱任何18歲以下帳戶的措施 有兒童權益團體發言人指 部分家長出售子女內容的方式極度剝削兒童 Instagram沒有公司Meta 接獲澳洲廣播公司查詢之後指 已經刪除那些帳戶的訂閱功能 強調一旦發現有成人戶口 集中上載兒童內容時會採取行動 又指任何新政策全面執行都需要時間 無線電視記者簡詠信報導 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時間 北韓領袖金正恩再度視察接讓中國邊境 發生水災的平安北道二洲郡災區 潮中社報導 金正恩繼上個月巡視多個災區之後 星期四和五再度到二洲郡探望災民 和派發救援物資 他說今次再到訪當地 更加詳細地了解災情 重新審視涉及重建工作的一系列問題 認為災區至少需要兩至三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重建和收復 宣佈會將一萬五千幾個災民 包括長者、病患、退映軍人等 轉移到首都平洋 為他們提供住宿、保育和教育等支援 他並且指示水利工程等部門 蘋果二洲郡的防洪能力 趨閘美國東南部的大腿減弱為熱帶低氣壓 當處繼續有暴雨引發水浸 大腿雖然減弱但繼續帶來雨水 紐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不少地方星期五仍然有車和房屋被洪水圍困 消防、出動、小艇和直升機救出被困居民 其中在紐約州的偏遠地區 部分道路因洪水而無法通行 房屋損毀幾百人疏散 紐約州卡尼斯帝奧有農裝被淹陣損失慘重 紐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一度有超過15萬戶停電 當局強調會繼續調撥資源 支援受影響地區 而南卡羅來納州的蒙克斯方納 局部地區星期五晚錄得23厘米降雨 救援隊伍接獲超過30宗水浸求助 多條道路瘦了 一度達到颶風級別的大腿 連日吹襲美國東南部 造成多人死亡 氣障部門預料大腿繼續向北移動 暴雨仍然會持續 無線電視記者王思喜報導 風暴馬利亞趨向日本 預料後日可能會登陸東北地區 帶來強風暴雨 在工程縣南三綠丁 有漁民提早做好防風準備 日本氣象部門預料 馬利亞可能為東北地區 帶來24小時內累積300毫米的雨量 總雨量可能超過當地 往年8月整個月的雨量 提醒公眾注意水浸和河道泛濫等災害 馬利亞趨向日本 正值當地一年一度的漁蘭盆折 假期迴鄉和愛遊高峰 陸空交通可能受到影響 其中東北山營和秋田新幹線 後日有機會因為風暴嚴硬甚至停駛 回到本港 一個女人在內地網救浴毒趕菌毒素 並且自行注射之後疑似中毒 一個50歲女人上個月16日 在朋友深圳家自行注射 經電商平台購買的浴毒趕菌毒素 五天之後開始出現吞煙和發音困難 雙眼局部下垂 面部肌肉和四肢無力 之後兩次去到深圳一間醫院求診 並且曾經入院接受治療 去到星期五因為症狀持續 去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求診 同日入院 臨床診斷為懷疑醫院性欲毒中毒 目前情況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將個案通報 內地有關當局 有提醒市民在香港以外地區接受注射 應該要確認有關人員是否合資格 以及拒絕來源不明的浸濟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 元朗錦秀花園今個月之內 將會試運自動駕駛穿梭小霸 有專家說 本港可以多點在點對點服務 施用自動駕駛 但是政府要增加陪圖 為何局長一上車就打卡呢 看真點 司機位是沒有人的 這一架是正在感受花園裏試行的 5G自動駕駛小霸 由生產力促進局核下的 汽車科的研發中心研發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早前曾經跟團隊率先試錯 形容小霸的表現相當不錯 那為何小霸都要5G呢 香港的路澤人多車多 這架車對於我們叫做環境呢 也都是要一個很準確 和一個很合適的一些我們叫做預測 所以網絡的供應呢 5G呢 當然日後可能去到6G 但是現在5G呢 網絡是最穩定的 和覆蓋面可能是精密一些的 西九呢 也都是試行著一些無人駕駛 就是某一些點到點的呢 其實都是適合在香港 我們是開始自動駕駛 或者門駕駛的一個 我們叫做前纖去試行 因為它都是點到點 它都未去到一些很繁忙的路面 和它的路況是穩定的 林世雄說本港有6間機構 正在科學園、機場等5個地點 測試自動車 並且達到高度自動駕駛的第二高級別 李耀培就說自動駕駛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但要在本港廣泛推廣 需要政府增設更多陪圖 自動駕駛有沒有一些隱瞞呢 有的 這個自動駕駛的車輛 和一些不是自動駕駛的車 甚至我剛才說 在路口行人或者一些轉彎看不到的東西 那是需要車聯網的 車和馬路 車和紅綠燈等等等等的東西 自衛的登柱 增加了一些通訊網絡的覆蓋 這個很重要 政府就說自動車未來發展大小 只是和不同機構合作 保障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 繼續推進業界廣泛測試 和應用自動車 保鮮思記者 是政府古樹明目測212棵 存活細葉融的其中一棵 不過這棵樹幾個月來逐漸漸頂 原充是這些啡黃色的 豬紅毛斑鵝有蟲 因為蟲食葉之後 它有留到傷口 那很多時候 那些傷口裡面 就會有增強的感染 造成一些 所謂刺傷害的情況 如果在弱點 那裡產生過大的動力 有機會接斷 造成塔子 就會傷害到客人 和車 他說 朱鴻毛斑鵝反跡力強 近年急速擴散 之前由新界泉到九龍 現在是第一次有港島的樹被侵蝕 呼籲政府部門盡快行動 防止蟲害再擴散 發展局頒布給部門的指引 例如 它有所謂用一些潛擾物 包裹樹幹 如果沒有人去處理 去撿走那些在上面的蟲涌 或者是幼蟲 或者是蟲 或者是蟲 根本是沒有作用的 經歷就會傷害到樹皮 就好像我身旁這一棵 古樹名牧 它就處於一個科民署管理的公園範圍 但是那個保養的責任 就交給建築署 原達城呼籲市民 如果發現害蟲 或者樹冠特別推的樹 可以聯絡科民署和發展局 或者致電政府熱線123等 發展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 截至今年7月中 在政府樹木管理部門負責護養的古樹名牧裡面 大約有四十幾棵受豬紅毛斑蛾影響 而因應各樹木管理部門 就外蟲所採取的防治措施 受外蟲影響的融樹 已經由2021年的高峰時期超過四千宗 回落至現在大約一千宗 發展局樹木辦 會持續就樹木病重開的治理 聯繫各樹木管理部門 適時採取針對性的防治措施 無線電視記者王子元